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来第一次我们2019年的开播 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 我们的传统的一个命理风水 包括说我们的系民学 我们来共同这个研究 那大家一开始因为很多人不晓得说 我现在目前已经改成八点半的时间 八点半到九点半的时间 我们希望说提早一点 有人怀疑说会用他睡觉 所以基本上稍微就是说 我们就稍微提早了半个小时 那今天我们很高兴跟大家来讨论 这有关于我们的老祖宗的智慧 意学方水方面的一个知识 希望大家能够分享群组 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心里大家 因为人刚刚还没有开始 所以说请大家帮我分享一下 分享三个群组 三个群组 那你的名字跟出生年月日就写给我 那我就帮你批算你的姓名财官运 我们希望说在好的开始 今年的猪年开始 希望能够大家能够 猪年 这个猪年大吉 猪师大吉 或者我们讲说 猪年顺利 一切顺利 在这边请大家记得帮我分享出去 那我们新的一年里面有新希望 因为严肖节已经过去了 今天是正业的17号 在今天我也本身也是因为过完年以后呢 就准备要做清明节的事情 清明节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孝道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得去扫墓 这个以后有机会 我会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当然一开始我们当然要知道说 这个姓名学它非常的重要 因为姓名本身呢 就是辅助我们八字命的 我们八字命我们不能控制 但是呢 我们的这个 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的后天的运势可以改的 我们后天运势用什么改呢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风水方面来改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八字方面 八字方面里面的一个警示 我们来改 比如说个性啊 婚姻感情不好啊 在婚姻上要下功夫啊 还有跟孩子的亲情要淡薄 我们后天来改它 所以我们讲说知命长运 但是有一些八字没办法改的 我们可以透过风水 透过姓名学 或透过我们的本身的思维的正能量 当然还包括我们行善积德 这种非常重要的 好 那当然我们现在人数还没有说完全 开始 那我们先跟大家 先来来谈一谈 这有关于风水方面的一个基本常识 各位你知道吗 我们为什么要说讲风水呢 我们为什么不讲其他的呢 因为很重要的事情 风水 这个风啊 其实我们就要长风纳气 或者我们讲的长风济气 这是非常重要的 假如说我今天来讲 我住一个大楼 这个我窗户一打开 或者门一打开 哇这个风啊到处吹啊 那这样叫做风吹气散 风有在跑跑得很凶 那气就散掉 就举个例子 所以我们讲说风水 风水 这个风呢 本身来讲要要长风 风一定要长 长风 那长风自然就能够什么 就能够记气 不然我们讲长风怎么样 纳气 都是一样的 我们纳好气 纳机气 长风记气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先了解一个重点 为什么你会漏财呢 除了刚刚讲过了 你住在很高楼 可是呢 你常常开风 因为你喜欢风 风感觉非常凉爽 但是没想到说 风太大 这个风水是不可以的 因为风水可以的话 那这个气 这样就散掉了 这样就不好了 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 我们今天除了说 我们能够长风记气之外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纳的气 是不是旺气 我们门一打开 是不是开的 是不是旺气 只要开的是衰气 或者开的不好的泄气 或者是甚至于说 这个死气 那这样的话 这个气 就刚刚有说分了四种 我刚讲旺气 最旺 生气 生龙活五之气 再过来死气 死掉的气 再过来退气 退掉了 当然最不好的是第五种 就是什么 煞气 所以说我们要记住一下 我们风水最重要要什么 要长风 纳气 或者我们讲长风 巨气 气的气 都是集气 那至于说气的方面 要怎么弄呢 就可能比较属于 比较专门的 专业的 那这个水呢 水为什么非常重要 知道吗 对我们知道 这个房子啊 没有什么 没有柴气 或者八字都没有柴气 那么怎么办呢 原来我们可以透过宜缸 透过水池 透过水车 就滚轮的那个水车啊 那用水来化为财 所以说 我们讲三管人丁 水管财 这会很重要 水呢 风水之化 以得水 得水为先 很重要的 风水啊 哎呀风水最重要的是什么 哎呀 这个水啦 我们当然知道是水啊 可是水呢 有时候都市地区没有水啊 所以你会发现 有很多的山庄 有很多的 这个大楼 或者甚至别墅 你有没有看到 他们都用什么水呢 都用了 这个 就是说 我们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很明显的 一个大水 一个水 池塘的水 所以说像大楼里面 中间有水 叫做水祭天心 水最天心 所以各位朋友 记得 帮我分享出去 我们希望说 帮我分享三个群呢 我们就有公开的 我们会抽 给你抽 这个奖品 我们今天送的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送的是 皮修 皮修 因为为什么呢 皮修一座 这个皮修 可以招望财 很重要的 我们都帮你开关 加持过 所以 你只要把它放在 一进门的财位 或者一进门的地方 的门口 直接建皮修 这个皮修非常管用 我有很多的顾客 他讲说 这小皮修 皮修这么小 能咬多少钱 其实 皮修不在乎大小 在乎有没有开关 在乎你放的位置 对不对 然后能够招望财 这皮修的能量 跟五帝钱一样 我们都知道 五帝钱能够招财望财 所以五帝钱 你要记住 在皮包里面 要放五个 五个皇帝 他的力量才会起来 假如你放一个 那太少了 有一些老师认为说 五个皇帝会吵架 怎么 朝代不同 请问吵什么架 所以说 他因为是中国最旺盛的朝代 记住一下 就是五个朝代 顺治 康熙 康熙 乾隆 所以说我们要注意一下 我们中国最清朝最盛的顺治 康熙 康熙 雍正 雍正 乾隆 这个嘉庆 这是中国清朝最旺盛的 再过来道光就割地赔偿了 就不行了 所以说你只要用六地钱 就通常来讲 就是前面很强 后面很弱 这个 所以我们尽量用五地钱 大家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 假如你今天 就是说有帮我分享三个群 三个群 那我们就会抽奖 公开抽奖 那记住 你的名字 分享完以后 记得 一定要 这个 记得一定要你的名字 跟出生年月日 一定要给我们 那我就给你批算 批算 希望能够好名好运来 不用我直接就可以了 这个 我直接就可以拿了 这个 这个没有问题 就是说 等一下我们会来 再跟大家 来做一个 所以说你名字出来之后呢 你的八字也出来了 那我们就可以给你批算了 希望各位朋友 记得分享出去 分享出去 分三个群 然后我们群组 那我们知道你有分享 我们就跟你 你这个出生年月日 跟你的名字来的时候 我们就给你批算 给你批算 所以在今天 就是说这个时间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 当然我们要再讲一下 这个水 到底怎样呢 非常重要的 因为水呢 除了我们 我们讲的 这个鱼缸 我们常常看的那个流水 流水方面的 那个叫水车 或者我们讲说 是一个水池 这一些都有效 但是别忘记了 这个很强的 那个能量是什么呢 你前面的水沟的水 假如说你没有 前面没有水沟水 那什么水呢 马路的那个水 马路叫做虚水 记住 马路叫做气 因为这个水啊 气为水之母 所以说气 在走的时候 它的能量 也是属于水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要怎样才知道呢 就是通常来讲 我跟大家讲一下 像坐北朝南 像坐北朝南 你的水 一定要从右边 流向左边 那假如说你 左边流向右边的话 那你的水局就流错了 那流错了 你的气就会比较弱 财气 或者是升官 或者是事业 这种能量的气 它就变弱了 所以我们大家要注意一下 其实显房子 它有它的方向性 给大家做参考一下 那最重要是说 我们要一开始的说 我们应该知道 风水两个字的意义 你要记住 大家要记住 风水是什么呢 刚刚讲过了 就是风 就是让我们长风济气 长风纳气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 风水之华 最高端的是 得水为先 得到这个水 为优先 所以说我们 在都市地区 或者在我们的公寓房子 根本知道 没有 找不到这个水 马路的水根本轮不到我们 那我们是怎么样突破 这个裁局呢 就很简单 就是找一个好的方位 来放水 那水到底放在哪一个位置呢 因为 这个我关系到各派的礼器 礼器 那基本上 水 假如说我们 以这个玄公大挂来讲 我们水 其实可以放在哪里呢 放在北方 水可以放在哪里呢 可以放在东方 那水可以放在哪里呢 可以放在这个西南方 或者是东南方 这请记住一下 那南方我们就不要放了 南方放了以后呢 有可能会造成你破财 你注意一下 因为南方是属火 假如说水进来的话 就变成水 就是说这个水啊 北方属水嘛 所以放水没有问题 但是南方是火 放水变成水火相克 这一点要大家知道一下 所以各位朋友 记得一定要 这个一定要注意 风水方面的条件 那我们常常讲说 为什么你家里会漏财呢 有可能几种状况 第一个状况 可能就是 你从前门 看到后门 叫漏财 所以我们跟大家 做一个分享 所以说请大家 帮我分享出去 我们希望说人 就是说 越多来参与 我们的这个 有关于老祖宗的智慧 异邪风水的知识 那我们会 你分享三个群 之后呢 你把你的名字 跟出生年月日 这个就是 在这方传过来 在我们的这个 里面 我们就会 秘书就会给你处理 那我要再讲的就是说 漏财的房子 来 我们看一下 哪些房子是漏财的 漏财的屋呢 很多人关心 哎呀 现在景气不好 那这个财很容易漏掉 那到底要怎样才会 才知道说 是漏财 是怎样才会知道漏财呢 很简单 各位就第一件事情 各位来 就是说刚刚讲说 第一个 这个穿堂萨 来我们一个人来讨论一下 所以说你不要小小看 大家都知道 可是大家忘记了 穿堂萨就是 来 你的那个 来你的 你像目前来讲 你的大门在这边 你的后门在这里 后门是不是 好 这个 从前门 透到后门 这个叫做穿堂萨 那别忘记了 有人说 哎呀 我知道还好 我不是门 我后门没有 我刚好没有后门 但是我有窗户 假如说这边变窗 这边变窗 照常漏财 这个叫做穿堂萨 知道吗 直接穿过你的客厅 叫做穿堂萨 这种房子会漏财 不但漏财 也有可能会影响到亲情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 会漏财的就是拱门萨 拱门萨 来 什么东西叫拱门萨呢 各位朋友 来拱门萨就这个 这种的 半年型的 这个半年型的像什么 像墓碑 看着 你们看着 这半年型是不是像墓碑 对的 四项墓碑 那半年型的 看起来像什么 有没有看起来像牛饵 牛在拖车的那个 牛在拖车的半年型的 代表什么辛苦 所以说这个拱门萨 本身会影响到亲情 影响到什么 肉财 所以你拆来拆去 原来你家有半年型的拱状的东西 造成你的肉财 这一点要注意一下 第三个 来 你的出门 出门直接就建梯 你看 我门在这边 我这大门 我出来 我就向下的梯 这个梯 直接建梯 一出门 就是建梯 或者我公寓的门 一出门就直接建梯 包括房间的门 一打开直接建梯 都是属于肉财的标志 所以各位朋友 就是说这个 这叫我们的这个 肉财的屋子 还有假如说你要再看的话 其实很多 包括什么呢 然后笨刀柱 就是那种 前面大 后面小的 像那个笨斗 笨斗 就是说你的房子的地 你的形状是这种形状 前面大 后面小 我们可以讲做梯形的 这种 这种地形 或者我们讲说地基 你的房子的地基 是这样子的 那种本子呢 叫做像笨基一样 就是说前大后小 财都跑光光了 所以说你很会存钱 但是没有 都没有看到 好 再来 我们再来 我们忽略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主卧房 你要记住 我主卧房的门啊 你要记住 我主卧房的门一打开 不可以直接看到窗户 只要看到窗户 财也一样漏掉 记得漏财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主卧房 我们睡觉的啊 或者主卧房 这进门呢 进门 直接的嘛 就是我们进门的话 我们就直接对到窗 很重要 这样的话就破局了 直接建窗 这样的话就跑掉了 所以我们要很注意一下 所以风水方面的话 这个是属于漏财的标志 各位朋友 一定要注意一下 所以说各位朋友 来 我们今天要送两位信应得主 皮修 这个皮修很多人用了 非常有效 这个皮修放哪 因为皮修本来就招财忘财的 就是说不管你正财偏财 它都有效 那你要记住一下 这个皮修在供奉的时候啊 有一个条件啊 就是前面可以跟它放个水 或者跟它放牛奶糖 对 你供奉到一个时间以后 你运气弱的时候 你可以吃牛奶糖的 这个有机会 我们大家会讲一下这个皮修 皮修不在乎大小 它在乎它有没有开光点眼 有没有效 所以说 所以你放在一进门的地方 见到小皮修 虽然不起眼 可是它可以摇很多钱哦 让你钱进来哦 然后呢 或者是你把它放在 一进门的鞋对角叫做财卫 财卫的位置 所以说 有两位幸运得主 就是说 我们请帮忙一下 按这个公开分享三个群 这个 那很简单 就是三个群 那我们就会有 跟你抽两位幸运得主哦 然后呢 跟你批算你的姓名财官运 还有你八字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现在来来跟大家先这个准备来批算 但是我这个还没讲完 漏财还没讲完 你先记一下 窗囊上 拱门上 出门建梯 这个或者是这个笨斗的像笨鸡的那个地形 像就是前面大后面小 这个大这个小就是漏财 那主二环就是进门直接建到窗户 一定是漏财的 那还有什么漏财的呢 等一下 我先批算一下 不然我累积太多 就不好意思了 我先把这个擦掉 漏财屋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下 我们房子方面的话 不要让它漏财 不然钱就跑掉了 这个是给大家做参考一下 好 那我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这位朋友 这个黄慧玲 黄小姐的 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黄小姐的 这个十二话 慧 这个慧是十五话 这个灵 这个灵是十话 我们要稍微讲一下 我们姓名学是根据康熙字典 所以不是新华字典的笔画数 所以像这个 这个灵是王 王算玉字旁 所以说草字头算六话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我们看一下黄慧玲 黄小姐 我们看一下她的这个名字 到底好不好 到底吉凶如何 我们看一下 这个 因为什么 名字一定要天革 就性加一是天革 天革地革人革 外革总革 那加起来总共三十七 那外革呢 这个外革就是十一话 那我们看一下 是一九八五年的十月十二号 所以说这个八字是以丑 以丑 丙虚 丙虚 假生 我们看一下 黄小姐你本身 你本身来讲 你是属于假命的人 假命的 因为假命的本身来讲 就是 因为心地善良 所以你很会很会照顾别人 非常好 这个牧师主义领导阁 所以说你当主管 当老板 当领导者 不错 你是一个领导隔绩的人 但是你比较不会应变东西 那我们看一下 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你今年 就今年三十五岁 那婚姻情况怎样呢 或者是你要注意什么事呢 你看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是你的 这个是你的食神 食神 这个位置是你的劫财 这个 然后这个是 这个本身来讲 就是 我们讲说 政财 这是你的偏财 偏财 然后我们再看 这个地方 这是你的妻煞 所以说 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你的婚姻公位 来日做妻煞 所以说你要忍耐 你在婚前 就要看清楚 你的这个婚姻感情 那就是意思说 你要真的 她 她的脾气 她的个性 你在一起快不快乐 或者是 她是不是关心你 很重要的 这个地方就是 婚姻的公位 夫妻共在妻煞 相处上面要注意一下 夫妻公 这个代表说 老公的个性 会比较强 这个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你的格局 你的整个格局里面 其实整个看起来 就知道说 你这个格局里面缺水 所以你的命格中 是喜欢水跟木的 所以黄小姐 我跟你讲一下 你本身 你可以从事水跟木的工作 木就是做老师 公教人员工程师 那这个包括 这个药剂师 这个或者是 我讲木的 你假如说卖家师也可以 或者记住一下 木的东西就是属于 设计方面的 那很不错的 当然你讲说 木的东西也是属于命理师 那再来就是说 那个水的行业 就是属于美容的 或者是我们讲空洁 或者是 那个便利超商 或者是赚女生的钱 买卖业都是属水 包括说 美顿 KFC 还有便利商店 7-11 都是属于 这种水的行业 你都可以做的 给你参考一下 那这个名字好不好 这个名字 其实不是很好 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这样 这个是凶 训民学中 不可以 长辈相克 代表没有贵人 所以说 黄小姐你的名字里面 你缺贵人 而且你27万这个数 看得到 但是赚不到 赚得少少的 因为你27万这个数 本身就是属于弱金 金 就是比较 你的人格 人格的 比划数代表你自己 所以你自己呢 就比较辛苦了 要注意一下 那你的名字 整体来讲 是打工之财 你不可以做生意 因为你的财不够大 假如你要做生意 这个名字 容纳不了大财 只能是打贫 那要注意一下 因为你是生肖属牛的 牛的代表说 对你的人际关系 本身来讲 比较辛苦 所以说 你可能朋友方面 只是 哈拉哈拉的朋友 聊天的朋友 比较没有什么助力 但是你注意看 你这个牛 孝牛 根本不能有王 没有资格命令 所以什么事呢 代表说 你的财官 你的财官方面 会很辛苦 你什么东西都要靠 你自己努力 靠你自己努力 这一点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比较辛苦 所以说 但是没关系 人家总要吃苦 但是最重要 是因为你这个灵 是王跟令 对牛来讲不适合 所以说 你有四倍功半的意思 所以说 明明我可能可以赚很多钱 可是来 到最后好像赚的不多 为什么呢 因为灵的问题 给你参考一下 这是黄小姐的名字中 有一些瑕疵 我们继续看下一位教育朋友 那我们先看一下 然后再来 我们看一下下一位朋友 来 这个李台平 我们看一下李先生 看一下 来 我们看一下李先生 七话 这个台 这个台本身 这个炒字头算六话 这个平 平是五话 我们看一下 这是1984年的 来 1984年的 就是我们看一下 这是甲子 甲子 丁卯 来 吉友 好 我们看一下 来 这个李先生 你要注意一下 你的 你的命格本身 要注意 因为你本身 你都是桃花格 这个 植物马尔都是桃花 所以 这个桃花要注意 桃花有两个 一个是人际关系的桃花 那假如说 你应用在人际关系桃花 那你很好 那但是假如说 用在不正常的话 你就糟糕了 所以说 赶快 各位朋友赶快看 来 直毛五 就是说 我们的八字里面 你看一下 你的男朋友 有没有这个 直啊 毛啦 油啦 还有五啦 这几个就是 桃花的 的地支 所以说要注意 他假如说 你也不要怪他 因为桃花地支的话 假如用在人际关系上面 很赚钱的 我们知道 隐士歌星 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有这个 就是说 能够追随他的 叫做粉丝 那 假如没有 那就变成说 故人厌的 就比较没那么好 所以说 他这个 就只是说 要注意一下 在感情上面 要稍微注意一下 用在桃花的关系 然后我们重点 再来看 这个 这个格局里面 就是说 因为你是土命的人 这个土命的人 都帮人家打江山 所以说你是属于 我们讲说 你是付出比较多 可是做做做 很辛苦 但是好像感觉上 得不到老板的肯定 或者是老板只是出一张嘴巴 夸奖你 这个就是告诉你说 他本身来讲是土命的关系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因为你本身来讲 因为这个是男生 所以我们看你有没有 那个财心 我们发现财心在哪里呢 没有看到 你的八字有在这里 财心有 但是很远 离我很远 这个量是偏财 所以 李先生你要注意 你的婚姻感情 本身来讲 并不是那么理想 虽然你今年是36岁 不过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你婚姻感情比较弱 所以你基本上 你是要晚婚的命 那结婚了 要多关心 多互动 这样的话 就能够破解 你要记住 这种格局 这种格局 是冲的蛮严重的 你看 毛有相冲 所以说这个婚姻上面 本身就有问题了 婚姻方面是不利的 这个婚姻的不利 会造成婚姻的一个 我们讲说第三者的关系 所以说 李先生 你一定要很注意一下 在婚姻感情这一块 你一定要下功夫 多用心 你们的夫妻感情 我们所谓的夫妻本身来讲 非常重要 能够加和万事心 不要因为桃花第三者介入 造成婚姻的破 以及这个事业上的一个挫折 这个要注意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名字 到底好不好呢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这个名字好不好 天格是八话 人格是十八 地格是十六 全部加讲二三 所以你这个笔画数是蛮好的 笔画数并没有问题 五行金木水土也不错 所以说 这个名字整个加起来 是蛮不错的 就是说 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好 因为你这个OK 这个不错 再来这个也很好 所以说 只是要注意一下桃花方面的 所以说你的笔画数对 五行对不对 对 那你生效对不对 对 所以这名字是对的 那对的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说 因为命中带来的桃花 请你要记住一下 这个好名字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名字 没有缺点 没有缺点 就是好的名字 好 我们接着我们再来看 这个 我们赶快再来看一下 就是说 这个肉彩方面的一个房子 来 再我们继续看一下肉彩 房屋的 房屋的一个肉彩 到底是怎样的情况 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肉彩的情况 刚刚讲的那几种呢 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一下 要注意一下这个 就是说 你的你叫柴位 注意一下 这就是应该第五个 第六个 来柴位 柴位方面 柴位方面 这个 要注意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柴位 柴位本身在讲 不可以放那个电器 这个电器的东西 要注意一下 我們看一下 重點在哪裡呢 重點就是說 這個地方也不可以放垃圾桶 因為你變成漏材 要注意 材位的地方 材位要注意一下 除了說不可以放垃圾桶之外 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位置不可以放水 放水一定會 放水 不管你用水車 都會造成漏材 材位在哪裡呢 要記住一下 一進門的鞋對腳 來 我們看一下 房子有沒有 這個是我們的客廳 客廳在這邊 一進門的位置 這樣一進門的這個材位的地方 材位的地方 這個要注意一下 這個是材位的地方 這個我們要看一下 這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這個材位就是不可以 不可以放這個水 或者宜杆這一方面的 包括說它是要一個直角 這個給大家參考 再來 我們再來看看漏材 那漏材本身來講 當然有時候你是命中帶來的漏材 比如說你的八字的劫財太多 那也是造成漏材 對不對 所以這很重要的 那再過來 房子房邊的漏材還有哪一些呢 我們要注意一下 水放錯位置 記住喔 水啊 我剛剛講說水喔 你的水位放錯 水位放錯 比如說什麼 你放在什麼 南方 南方見水破財 南方 所以說水不是水就是財呢 你講放錯了 照常破掉 還有再來 就是馬路太斜 太陡要注意喔 假如說馬路太陡的話 太斜的話就不行 你要記住啊 馬路啊 我們的馬路不可以太斜 我會想說我們太陡 太陡俏 假如我們太陡的話 就是你的馬路啊 馬路本身來講 你前面的馬路 假如說很陡啊 這邊很高 這邊太陡了 那踩就跑掉了 還有喔 馬路 你要記住啊 你的前面不可以是快速道路 前面快速道路 那個車子啊 跑很快 那你的錢進來就不見了啊 這個要注意一下 記住喔 門前啊 假如門前是快速道路 快速道路 那我告訴你 這個一定漏財的 一定跑掉的 門前是快速道路 這個是第九的 再來還有沒有 有啊 來 我們看看 所以很多 只是說你都沒有注意到 所以說你在選擇房子的時候 假如你能夠注意的話 那我告訴你就很好 再來喔 重要的 水不可以流的太快 你說我前面的水不是不錯嗎 我房子有沒有 我的屋子啦 我的屋子的前面的 這個水不是很好嗎 這樣水這樣流不是很不錯嗎 對 水這樣流 要流對才對 流錯代理就破財 這是第一個 就是水喔 水的流下 就假如錯的話 不對 錯 也是漏財 但是這個喔 就要看風水師 他怎麼界定啊 他的水質 比如說 水有沒有流破後天 那是財位 比如說 比如說你本身就是 比如說坐北朝南 坐北朝南 你的水呢 因為坐北朝南是砍嘛 就是假如說他水是往西方走 西南方走 那當然他破局啦 一定破的嘛 那但是呢 但是問題是 我們漏財看不到什麼 水很喘急的時候漏財 其實啊 喘急啊 這個水啊 流得很快 那就是漏財的標誌 所以這樣的房子不可以顯 所以你家裡的 記住 房子前面的水一定要慢慢的流 慢慢的流 最好是什麼 最好是久驅來水 哇 當朝宰相 所以你的水最好是這樣子啦 啊 這樣S型啊 這樣最好了 這樣水有沒有 來啊 哇 超好的 這樣就叫久驅 久驅 朝水 朝來的水 哇 這個是我們講說 這個就是有貴的 就是貴氣的 貴氣的 不然就什麼 義貸還夭 就是說你的房子在這邊 你的宅在這邊 可是你的水局呢 哇 這樣子的喔 像古代的喔 這個大官啊 出行出來的時候 喔 他的那個袋子前面啊 哇 前面那都是什麼 看起來就是 半言形的 那告訴你什麼事 那就是喔 就是能夠什麼 賺錢 賺錢 這很重要的喔 非常非常重要的喔 記得喔 各位朋友 幫我分享喔 按三個群組喔 三個群組喔 分享喔 我們找兩位喔 幸運得主 我們抽兩位 幸運得主 可以得到 今天我們是送 皮修 喔 這個是從台灣的喔 三千五百公里的地方來的喔 喔 所以說我們會包遊喔 喔 在馬來西亞的喔 喔 朋友喔 你分三 喔 三個群之後呢 我們會抽獎喔 喔 然後有兩位 幸運得主喔 喔 這是說來喔 這個 喔 送你皮修喔 喔 記得幫我分享出去喔 這個很重要的喔 那當然有一些人 並不認識我 稍微介紹一下喔 喔 我本身是黃春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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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擔任馬來西亞 前九議經風水命理協宜的院長 我也是啊 台灣東方議理 哲學教育研究會的 理事長喔 我本身具備 30 年的風水命理經驗喔 我是畢業以 喔 這個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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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喔 喔 喔 這個 喔 喔 這個 喔 中國喔 喔 這個 天津的 喔 南開大學的這個經濟所說事 我也是台灣的喔 喔 佛光大學的未來所說事喔啊 喔 那我本身有出版喔 這個 喔 喔 幾本書喔 這個 基本書喔 喔 就是 這幾本 喔 喔 總共喔 喔 喔 這幾本 喔 喔 喔 幾本 喔 看一下喔 喔 這幾本是我的一個 喔 一共 喔 对我的脉 那我们下一次的话 我想要送一些书 因为我从台湾有带书来 假如你喜欢风水地理 我们会送你三言三合地理经论 那假如说你喜欢阴阳宅风水 我们会送你这个 或者这个八字命理学 我们到时候送送看 那假如说你们有需要我的著作的话 在马来西亚买不到 那没关系 我们这个会送你 这个送你我的著作 这个著作没有问题的 那在我们下一次的机会 有机会我们会跟大家 看怎样的方式来送给大家 好那我们继续再来谈 接着来谈 就是说刚刚讲过了 这个水 那水本身来讲也要注意一下 水不可以放在哪里呢 不要放在房间 对我们要注意一下 水假如放在房间 水即放房间 要注意这个水 水即放房间 有一些人说你的八字 比如说你是夏天生的 八字喜欢水 所以说你就在房间里面放水 放个鱼缸 或放会流水的水车 在房间里面会怎样 不好 对健康不好 对财路也不好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个就告诉你说水即放在房间 再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参考这样 这是非常重要的 好就是给大家做一个 这个我们的一个肉财方面的 当然我们还有继续 会再来跟大家做探讨的 好我们再看下一位朋友 来 这个是我这 来 这个是林 林培司 我们看一下林培司 这是林小姐 来 林培司 林培司 这是八话 这是十三话 这是因为王字头 在玉字盘 十一话 这个是1981年的四月二十七 所以我们赶快把它看一下 这个是新有 新有认臣 这个以害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我们看一下林小姐 林生叫属鸡的 鸡最好是不要有这个王字头 因为这个对你的人际关系有伤到 所以说在人际关系上面 它是比较弱的 要注意一下 鸡不能当有人 鸡有人的话 当然你的财库就会破掉了 所以付出多回报少 这个付出多回报少 那这个鸡也不行 有肉制盘 新肉 那新肉本身来讲 就是一种破局 就要注意一下 所以你没有什么偏财 就要注意一下 那我们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这个 加起来到底好不好呢 我们很重要的 我们姓名学有天格 人格 地格 外格 总格 这个三个格局里面 要注意一下 你看你整个加起来 就是说这个是 外格很多人忽略到 外格的凶 女生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神二化这个数是凶的 这个要注意交通意外 外格跟交通意外有关系 所以说你开车驾车 出油要小心 这个是意外 还有很容易交到损友 就是说 这个关键的时候 你就吃亏了 这一点要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说你这个民旨学里面 其实有瑕疵的 生肖学不对 就是说 笔画树里面 笔画树 本来你笔画树是不错的 因为水生屋 木生火火生土 蛮好的 但是很可惜 外格的凶术会造成你的 被朋友陷害 或者是意外血光 这一点你要稍微 开车骑车要慢一点 然后这个也会影响到 你的婚姻感情 因为你今年本身来讲 是39岁 39岁应该是 基本都是结婚的 但是你还是要注意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你这一个 我们发现你这一个 你的八字是什么呢 其实你八字事实上 你是八字是喜欢的什么呢 喜欢这个木火 火跟木 火木跟木的 所以说你记住 都穿红色粉红色衣服就对了 你是以木命的人 所以你穿红色粉红色绿色的 这对你来讲都是开衣颜色 那假如说火的东西 当然包括你可以去卖衣服 或者是刚讲火的东西 就是属于电子的 生化科技的 或者是燃烧的 包括食品 烘焙面包 这一些都是属于火的 包括我们感觉厨师都是的 那木的行业 就是讲说 你做公教人员 做设计师 或者是做药业的 包括家事店也可以 再给你参考一下 这个是 所以说你这个名字上是有瑕疵的 要注意一下 比较 有时候你的钱比较留不住 比较留不住 还有这个人际关系上面 还是偏弱的 这种重要的时刻可能不看小人 这点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是我们的林小姐 来 我们再继续再来看一下 下一位朋友 来 这个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魏 魏思敏 魏小姐 我们看一下魏思敏那位小姐 来 就是魏 魏这个是18 师 师是12话 命 这个明是11话 我们从他的天格地格人格 我们把它加起来 你看 他的 这个加起来是30 这加起来地格加起来是23 全部加起来是41 这个又是一个外格的凶 要注意一下 这个外格又是12话 跟刚刚一样是凶的 这个30话是凶的 而且这个水 水跟火相克 要注意这个 所以说魏思敏魏小姐你要注意一下 你今年34岁 不过你的名字对婚姻有杀伤力 这个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是1986年的12月8号 所以说你的八字是丙隐 丙隐 庚子 然后再来丙须 本来你这个命格本来讲并不差 因为你这个日作食神 食神能够生财 所以钱财上面还不差 那整个来讲你是属于丙命的人 所以说比我命的人 基本上是个性上会比较强一点 你是蛮讲义气的 但是就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有时候你讲话太直 你是大而化之的人 但是相交 交友是相交满天下 但是资心的不多 这个是跟你有关系 那你看你的偏财心在这里 这个是你的偏财心 偏财在这边的话代表什么 代表父亲是你的贵人 所以说你跟父亲方面要多注意 跟长辈之间多注意 那假如说你的关系不错 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位置是你的老公的位置 这个政官的位置 政官就是老公 所以说你的婚姻格局上面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你的名字中会有婚姻的问题 像这个三十话这个数 像十二话这个数 都直接讲到你的婚姻上的一个不顺利 所以说你的婚姻感情讲不顺利 跟你的名字有关系 跟你的八字 比较没有什么相关联 那整体来讲你这个八字 当然很明显的告诉你说 你还是属于木火的工作 所以说你多穿红色或浓色会开运 多穿紫色或者绿色的会开运 这一点你要很舒服一下 这个你是喜欢木火工作的人 这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从事木的工作火的工作不错 那木就是领薪水的 或者是刚刚讲过做老师 或者是工程师设计师装潢的 甚至于说你是当补教育的老师都可以 那这个老五 老五本身来讲用这个 老五本身用这个丝 这个位置因为有个武器 这个武器对老五来讲不错 但是这个这个是栏杆 这个是属于栏杆的位置 那假如说你因为你是一个栏杆的位置的话 这个就是老虎来讲就不怎么样 所以你的朋友的助力不怎么样 但是这个米要注意 这个米不是很好 两个人 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事业财运会遇到小人 还有一个重要就是你要注意下半身的毛病 包括你的肠胃吸收 包括什么呢 包括你的下半身 你要很注意一下 这个是 所以说这个 这个米不好 这个要注意一下 所以说你知道的缺点在哪里 刚刚讲说阿姨 很多人会换小人 要换说四倍公半 我父四倍 四倍公半 这要注意一下 四倍公半 所以说这个名字来讲 而且你说随我相克 随我相克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感情上面有杀伤力的 所以你有三样东西 笔画术跟五行相克 造成你的婚姻感情的破 所以说这一点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你今年三十四岁 所以结婚之后一定要注意的感情 在婚前要张大眼睛 好就是 来我们继续再来看下一位朋友 来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名字 因为名字本身来讲非常重要 这个取名字应该要怎么样取呢 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在我们改名 我们取名呢 取名或者我们改名呢 要有什么 第一个一定要配合 一定要配合我们的生成八字 因为什么 因为你八字中的婚姻感情 子女或者你有没有栽结 在名字中怎么样补救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很重要 第二件事情 第二个你有生肖对不对 所以说刚刚生肖要合 因为你牛的或老虎的 这个牛的 等待要我们讲说吃草 这个虎的给它吃肉 这个肉 不管你今天肉是怎样肉 是五花肉还是带骨头肉 还是心上肉 这个老虎你是孝虎的 你就要给它这样的制盘 对啊就好 再来你的笔画术要急 笔画术不可以修 笔画术要全部都急 这样的话有没有 它人生中才会顺 然后五行 五行要相生代表气很顺 没有相生相同也行 这个代表气很顺 名字中一定要有财 这个财呢 包括有正财 包括什么偏财 这样要有财 赚钱才会快 才会好 再过来要走运 名字假如能够走运的话 能够快速补 它可以补这个八字的 八字的那个不足 八字的那个运程的不足 因为它走运的话 可以补八字运 之不足 这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在看的时候 我们取名字 绝对不能随便 那边呼隆呼隆的乱取 哎呀我名字哦 今天教老师这个笔画素不好 我是不是改一个什么笔画素就好了 不是啦 你一定要配合这几种 配合你的生成八字 配合生肖 配合笔画 还有配合五行 有没有相同相生 比如说金生水 水生木 木生火 有没有相生 再过来有没有财 你为了改这个笔画素变极 那你只是重一个而已 笔画素前极 可是你生肖对吗 你配合八字了没有 所以要很慎重去取这个名字 所以我们古人才讲 这个老一辈的人都讲说 交子义不如 这个交子义 就不如四子好名 为什么叫好名好运来 就这个道理 这个非常重要的 好我们再来看 然后把这个擦掉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 来我们再看下一位朋友 这个 这个应该是 这个名字会比较乖一点 就是是不是改过的 我们看改过的到好不好呢 就是应该叫林雅琪吧 我们看一下林雅琪 林小姐 这个看起来这个字 除了你改过才有这种字 那我们看一下 1980年的9月10号 也就是说生肖属老虎的 不是猴子的庚山 乙友 乙友这个丙须 好我们看一下 来 林雅琪小姐 我们看一下 由你本身来讲 猴子 孝猴不可以用这个三字盘 因为这个三有没有 山中是藏老虎的 所以老虎跟这个猴子 猴子刚好是正冲 所以正冲 所以你把它冲掉了 猴子用这个武器是可以的 所以说这个对你的 对你的婚姻感情是有帮助 可是对你的人际关系 并不强 并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他整个加起来以后 雅琪本身来讲 就是因为他是七话 这个琪是十三 这个琪取得不好 因为第三个字 要再加一变成十四 十四本身是凶术 这个七话加 地格加什么 加起来是二十话 也是凶术 这个加起来 人格是十五话 不错 天格 信再加一天格 没有吉凶 然后再过来 整个加起来二十八话 总格二十八话 对婚姻杀伤力很大 这是大凶 所以你看 我们庆明学能够论吉凶的 有四个 一二三四 你三个全部凶 所以你就知道说 你的名字 拉低你的运势 好非常可惜 你看 你这个八字里面 这个是十神 其实日做十神 也是好的来论 好的来论 那老公在哪里呢 你老公是水 水在哪里 没有看到 看哪里有 这边藏一个小小的水 小水 所以说老公藏在这里 所以说叫有什么 有夫是无夫 就是说有夫是无 所以说也告诉你说 亚琪 你本身来讲 今年四十岁 一定要注意婚姻感情 在日后方面 一定要多互动 多关心 多关爱他 这样的话 用后天的一个努力 来破解先天的一个命格的弱 所以说 就是说婚姻感情 没有 就是说缘分没有很强 那就我们就后天来造就 所以我多关心老公 多关心他的一个生活取机 你要注意一下 然后用来破解 那你名字都是大胸 名字又助长了胸向 所以你更要小心了 包括你的钱都不见了 所以说 钱要保留一点 自己要一点钱 没有钱 钱不是万能 但是没有钱 万万不能 所以说有时候 女生要留着给自己买漂亮的衣服 漂亮的饰品 然后保养品 然后其他的养生之类的 或者出去走一走玩一玩 所以说 你这个不要把钱都拿出来 这个要注意一下 名字不是很好 这个你要注意一下 改一下就好了 这个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林雅琪 林小姐 所以说 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说 这个名字上面 非常重要 所以说 假如说你本身 要找我的话 就是说 你可以我们的这个微信 我有微信 这个 看一下 我的微信 这个 今天没有带过来 这个 微信在这上面 这里 我的微信 是Master 3268 或者是 你假如是台湾的话 台湾用LINE 那你LINE APSA000 你看一下这个 那叫我的电话在这里 马来西亚电话在这里 所以说 假如说你有关于风水 名字 你要找我 记得 记得 就是说 要用微信联络我 就可以了 就可以 或者是你有其他的风水疑问 要问我 因为什么 因为人生又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一下 家和万事心 和气生财 那怎么老是讲这句话呢 那什么意思呢 我跟各位讲一下 我们 我们假如说 家里要有钱 或者事业要做得好 第一件事情 不要生气 这个泰国有一个白龙王 他讲说 一定不要生气 这个是完全对的 完全对的 你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火烧功德灵 我们常常听佛家的讲说 火烧功德灵 因为怒火功身 你一定很急 然后会很会伤害人家 或者做一些冲动的事情 那到时候 不是会出状况的 所以因为火会克金 金是什么 财嘛 所以说 为什么呢 这个财神喜欢到 和和气气的家里去 怎么样 就会有钱 假如说你家里都是吵架 那我跟你讲 除了夫妻感情 不和亲情 淡薄之外 钱都跑掉了 为什么 因为火会克金 火就是怒火 金就是财 火克金 给大家做参考 所以我们要注意 家耳万事心 非常重要的 来 我们再继续看 几位朋友 来 我们希望说 这个 来我们看一下 来 李宝胜 李先生 刚刚小姐 几位 来 李顺宝 抱歉 不是 李顺宝先生 这个宝一定要写繁体字 一定要注意 所有的姓名学 记住一下 简体字都要变成繁体字 来算 我们看一下李顺宝先生 是1984年的 4月7号 他是老鼠的甲子 甲子物成 我们看一下 来 继位 来 李先生你要注意一下 你本身来讲 你是新命的人 新命的人 比较多烦恼 你是属于金命的人 所以你比较容易有烦恼 那烦恼中 以什么呢 以金钱最多 因为他是属金 所以你以前的烦恼不够 最要注意 因为你本身来讲 今年是36岁 结婚以后 不要嫌老婆花太多钱 因为女生的那个厨子 都少一件衣服 所以有时候对女生要大方一点 尤其你是金命的人 老婆只要买多的话 搞不好你会念他 这点我们要注意一下 你会有点烦恼 在金钱上面的烦恼会比较多 但是其他的事情 你有可能是怎样的 先烦恼在前面 我常常讲 我们一定要什么呢 一定要国王的心态 不要魔王的心态 每次都是讲负面的 每次都是 就来唱衰的 这种朋友不要教 要注意一下 都要正能量的 跟正能量在一起 才会好 所以你这个 一定要往正能量的下 你就能够成功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格局 很重要的 你的土蛮多的 你的土很旺 土啊 土土的 土土土土土 土很旺 所以土能够生金 所以你是身强的人 身强 身强的人可以认财官 所以你走运 走到旺运的时候 你就发达 走不到就不行 那你命格中 有没有老婆呢 老婆在哪里呢 老婆在哪个地方 因为老婆是属什么呢 就是木 所以说老婆在这里 这个是你的正财 哇 这个正财在年夜日 在年柱上的财 很远 所以说要怎样 你要多关心你的老婆 要注意一下 还有很重要的是 要跟爸爸好一点 你要注意一下 要跟父亲好一点 因为你命格中 没有偏财 那没有偏财代表什么 偏财代表父亲 所以说 富言不足 所以记得打电话给你 给你父亲 请安问好 不要没事 你在外地的时候 打电话爸爸接了说 我找妈妈 那爸爸做什么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这个 你的偏财 没有看到 非常弱 因为木呢 你的木都藏在哪里 藏在这里 这个偏财太小了 小小的 小小一个 太小了 所以缘分不深 这个你要注意 我们看一下 你的名字到底好不好 哇 这个名字要很小心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名字 本身 这个十九话 这个是 这个十九话 根本就是凶的 所以你要注意 这个十九话凶 那这个有什么 有什么问题呢 它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 就是你要注意 它影响到你 三十六岁到 四十五岁 所以李顺宝 李先生 你要注意一下 因为你今年三十六岁 记住 刚好 开始走衰的时候 前面走的还不错 前面看地格 这个这样 你总共 三十六到四十五岁 走十二年衰运 所以说 你这个一定要注意 十九话是有血光意外 十九话对感情的婚姻 是有杀伤力的 十九话对于 财官运 是有影响的 这一点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 来破解 那 整体来讲 我必须跟你讲 你的格局中 你是喜欢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喜欢的是水 跟木 所以说 你记得 你的发展方向 向北马走 北马走 或者是 在东马 沙巴沙老爷 古静 都可以的 或者是 往北部走 就是 宜保 到泰国 这些地方 包括槟城 你都可以发展的 再给你参考一下 这个 这个 五八字的问题 所以说 这个 因为你这个老鼠 用这个顺 用这个顺保 是 生肖学没有问题 可是还是不能用 是因为你这个十九话的胸 正在走胸隔 这个你要很注意 十二年 刚好 刚好 现在目前走入 胸的现象 好 我们继续 我们再来看 来 这个 刚刚讲了 我们讲一讲 这个办公室 我们再会讲一下办公室 为什么要讲一下办公室呢 因为毕竟 有一些 有一些老板 或者是 你可能是开小公司 但是都没有注意到 我们有时候做小小的布局 会很好 我有一次去亚加达 那个电视台 那个是 他是 昂摩的 我们这边 冰城这边 讲昂摩 要加一个 就是 他 昂摩 就是说 他是外国 都不太 信风水的 可是 我去他边 去他 那个 就是 他的办公室 结果他办公室呢 他是做小小 他主管呢 做小小的一个桌子 然后像工人一样 然后 然后随便找个地方坐 结果 真的问题很多 这个问题很多 他说奇怪 为什么那些员工都叫不动 那 为什么业务拓展老师有出问题 接着都不顺 因为什么 因为你位置不对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办公室有什么呢 对 我们办公室有什么 有这个董事长 有CEO 有这个业务部 有会计部 有设计部门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如同我们的心脏 我们的心肝脾胃胃战 五脏 五脏内部 假如协调好 哇 这个 就像人一样 就健康 那他就 假如说五脏 你的 董事长 CEO 这个会计 或者是说 这个 或者是说 业务部 或者是研发部 这些都是什么 很好的话 有没有 那就代表说 你的事业会蒸蒸日散 所以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注重 你的那个公司的部门 应该放在哪一个位置 那放的时候 都是你什么 都很重要的 比如说董事长 一定要跟CEO 一定要放在最好的位置 所以很重要 这个办公室 非常重要 你不能开玩笑 这个办公室 办公室的风水 这个 我们有讲的 我们讲的 这个董事长 或者我们的重要的CEO CEO 执行董事 这个很重要 这个要在最好的 要在最好的方位 所以它很重要 因为什么 掌控前场 掌控前场 再过来 我们的会计部门 会计 就是我们的财务部 会计 我们的会计 就是我们的 财务长 财务长 财务长的位置 一定要在几个位置 一个就是什么 一个在财位的位置 我们要把它放在 进门的财位 最远的财位的位置 不然我们要把它放在哪里 旺位的位置 因为不能让它压梁 算错账 就糟糕了 或放在位置差的地方 不能增加我们的财气 所以说要注意一下 会计跟财务长的位置 一定要放在财位 或者放在旺位 这非常重要的 再来第三个 我们讲说我们是设计部门 我们设计 设计部 或者我们讲说是 研发部 研发 研发部 这个位置 一定要把它放在哪里 要放在什么 天椅位 天椅位置 或者放在什么 文餐位 把它放在 这个整个办公室 文餐位的位置 让它研发产品 又好又棒 又准确 客户满意 这要注意一下 设计部 研发部 一定要放在天椅位 跟文餐位 这个非常重要的 然后接着我们看一下 我们业务部 因为业务是我们的财务 我们的钱所进来的 所以业务 业务部 业务的部门 一定要放在 基本上 我们要给它放在 义马位 让它能够跑动 义马 或者我们给它放在什么 旺位 旺位 或者生气位 生龙活武之气 生气位 这样的话业务发展 蓬勃发展 就能够让你业绩带来很好 所以很重要 所以说这个设计部 业务部 会计部门 董事长 总经理 这些就让我们的 象征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身体后面的 心肝脾胃胃脏 我们的五脏 这五脏协调的好 身体健康 这个五脏协调好 办公室的生意 就是非常顺利 这一点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当然我们还要注意说 我们知道这个之后 我们再注意 我们做的办公室的后面 记住 我们后面不能空档 因为空档的话 代表做事不稳档 贵人很少 所以一定要有靠山 为什么说 我的办公室的后面 一定要有靠山 这非常重要的 这个我们后面 再来跟大家讲 因为时间 时间的关系 我们希望说 就是说 我们从八点半 就是说我们到这个九点半 大概这个时间 播出来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一个风水知识 跟这个名字 来跟大家做分析 那万一说 你没有算到名字了 我们到时候会集中 再帮你鉴定 像我今天 我今天把那名字书的资料 抄抄抄 然后批批批 大概批了 大概将近三百张 三百位 所以说 我们尽量会帮你批算 然后传给你 希望你 就是帮我们分享出去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假如说 我们八点半开始 你有分享 三个群组的 我们会 我们会这个 送你这个 我们到时候 会抽奖 会两个幸运得主 送这个批修 批修 那我们下次的时间 我们是 下一个时间是 星期 今天星期四 这个下个星期二 我们再见了 所以今天很感谢大家的一个收看 下一次我们再考虑 是不是送我的这个书籍 这个八字 这个八字很多人喜欢 研究八字的朋友 这本书是非常好的 研究风水的 龙沙血水的 你喜欢 你喜欢这个研究阴宅风水的 那你放灵谷塔 要放在哪个位置 这个分金要怎样 怎样算 这里面 在这边 三言三合地理经论 我的笔名叫做天机上人 这个天机上人 这个是我跟屏东的一个老师 也嫌三人 他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合作的一本书 叫做揭开阴阳宅真面目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在这边感谢大家 我们下个星期二见 谢谢大家